台上还剩下三位姑娘 我们接下来会模拟三个生活情境 看看我们两两合作之后 哪一组的解决方案最优秀 来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代理婆婆来出题 第一趴是这样的 我跟江老师饰演男方的父母 月亮和杨帆饰演女方的父母 两个家庭要去旅游 然后男方的父母想去那个1500的 女方的父母觉得不 我玩3000的 争论当中正好呢 男孩领着女朋友回家了 双方的父母让你们平民理 到底我们去3000的好 还是去1500的好 你们三个女嘉宾谁先来 那我先吧 儿子啊 是这样的 我们四个人想去旅游 现在有两个旅游的标准 一个是1500的 一个是3000的 我跟你爸呢 就想去那1500的 必须1500 对 便宜 而且支柱都一样 他们非要去3000的 我觉得还是1500的比较好 你打的嗓子不好去医院 对 不就是要 随意图谈 你看看这个是 注意点素质 啊 素质 就是1500这个可能要带你去商店 他们那个可能就是纯玩的 爸就说句不该说的哈 这个已经成家了 当年爸提反对意见就是 你们俩呀 咱们就是 首先要考虑的是门当户对 像我跟你妈这种身份 我们出去玩 必须得玩3000 对 我跟你说玩那1500的 你根本就玩不了 庆天母我跟你说 咱们好不容易出去享受享受 缺钱我们给你拿点 玩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一项上商长 逛商的 处处它都给你安排购物 一点都不知道节俭 你看过新闻没有 那个新闻里报的低价团你不够物 那导游骂你还打你呢 我就不买能怎么着 我这么大碎 现在是反而不会打人的 现在各地的文旅做得都非常好 而且我专门是做文旅的 所以对旅行这一块还算比较了解 我觉得爸爸妈妈 还有我爸爸妈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我个人觉得吧 你说我们小两口 收入也不是很低 我觉得你们好不容易出去旅行一次 那我们掏钱你们直接享受好一点的 因为也没有差太多的价格 主要好不容易出去一次时间很难得 我担心的事情是不是发生了 对 没错 你妈说过这事 这事之前我觉得我们姑娘脑子好 她长得漂亮 基因特别优秀 怎么在这件事上你的基因随了你爸了呢 对 长得漂亮是随我呀 脑子不太好呀 那谁看妈 你脑子就不好了 随着爹嘛 你在爹里脑子一看就不好 有一句老话叫做有钱要花在刀刃上 对呀 咱不是没钱 不是你家富 我家穷 对 就差那五百块钱谁差不及呀 咱家都有钱 对不对 那你脑子脑子才不好 什么差五百块钱呀 差多少啊 差一千五 咱俩差不多 你也别说我 我也别说 他们一千五 我们要报三千的 怎么差两千 谁数学不好 差三千又差出俩人的 一人差一千五 俩人 一人差一 俩人差三千 我也去啊 其实很多餐厅啊或者景点都会需要我 你俩别说了 你归你说话呢 哈哈哈 我是说其实像旅行的时候有一些景点啊 餐厅其实需要我们的推广 到时候去了跟他一谈合作 他刚好需要推广 我又觉得这个地儿很好 那这一拍即合 没有这一千五都不用花了 那就让他们去玩三千的 我们玩一千五的 那不行 什么 我们得跟姑娘和姑爷在一起 姑娘都说了 我们可以 你俩去玩一千五 你爱去不去 你不出门谁管你 你看这智商 越来越体验了 没错 我跟你说 儿子 别随你这老杖杆子 脑子脑子不好 脾气脾气不好 千万不能学他 你别这么说我老公 我跟你讲 咱们六个人最聪明的人已经出现了 就是奶金 对 人家说你们三千也不用花 一千五也不用花 这么好的方案 你们俩怎么生出这漂亮 这么聪明的姑娘 我都习惯了 不是没听我姑娘的方案 是你 你老婆说我老公我不愿意 对呀 你老公聪明 好看 帅 我的天老爷呀 我觉得这个应该让奶金来说了 因为奶金如果能提出这个方案的话 证明她是有把握的 爸爸妈妈其实这种想法也很好 因为钱都花在刀刃上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 差价也不太大 主要是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 在那些不想去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就自由支配 然后这样我们一家人开心的随便去哪儿 都可以 是的 吃想吃的 买想买的 看人家这话说的 对 就比你老两口强太多了 究竟买金带 必须跟他们家在一块吗 再选一个直接就愿意花三千的 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沟通费劲了 爸爸妈妈有钱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人家都同意姑娘说的了 这你们这养老头 我跟你说以后出去别带着丢人 你怎么又是我老公呢 你说他说这话 你姑娘说的挺好 我们都同意了 他都来劲了 我说你这老太太 你是不是有不便 你永远玩不了 我跟你说吧 来咱们出去登车 出去登车 我去登车 我去登车 你到底上去玩多少钱呢 我就不信这事了 杨帆和月亮呢 演女方的父母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 彩票中了五万 月亮就觉得啊 是不是去旅游一趟啊 去玩一玩啊 杨帆不同意说的 不行 我得换个车 结果这两个老两口的 就意见不统一了 那么就考验女儿跟女婿 怎么来调解这五万块钱 应该让老两口怎么花 哎呀 一个链 两链 三链 哎呀 怎么了怎么了 媳妇 出什么事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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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老头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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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到水 来 呀 这中了 你又欠这么多饥荒啊 什么什么呀 你看看 我体育彩报中奖了老婆 这是中奖啊 对呀 那可以实现我们很多的梦想 媳妇我跟你说 不是 我早就想换个新车了 你看以前我那车其实也挺好的 我挺爱惜就车链子总吊 哎 没问题呀 你那链子总吊 那一车几百块钱 我给你买个全新的最好的 没问题 我就想从两个轮换成四个轮的 哈哈哈 你不说你爱我吗 你不说我有什么梦想都全情支持我吗 爸我回来了 哎哎孩子 我给你 走走走 我给你爸不想过呢 怎么了妈别激动别激动妈怎么了 得了吧 怎么了 因为你妈不支持我的梦想 啥梦想 所以我发现她不爱我 你爸绝对现在已 变了 以前什么事都不搞的 这可能是咱们家最后一次坐下来聊天了 闺女你跟妈中奖了 妈原来想的是我这中了五万块钱 给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商量 怎么把这钱再给花了得庆数一下啊 然后呢 我寻思带你们一块去捋捋游多好啊 行了 你爸要买车 我买车是因为我自私吗 孩子们都表示过 结婚就想去来一次蜜月的自驾游 我说咱们换台新车 五万块钱的车肯定也是质量很好 五万块钱的车 你那件二手的 你还得那二手市场好好挑挑呢 你能买啥车 我就想寻思拉孩子出去转转 哎五万块钱都给你买个电车 对啊 那不行 他俩买了那个新能源的那个电车了 我们不需要买了 没有啊妈是这样的 五万块钱啊 咱们只够咱们旅游一次的 你看旅游完五万块钱也没了 如果让我爸五万块钱买辆车 就凭我爸跟您这恩爱劲 我跟您说 我爸能开着他心爱的车带您旅游一辈子 叫我女婿的话 以后你就是亲儿子 你就是我家的 您别跟妈叫这个劲行不行啊 那你什么意思呢 哎 您啊到时候的话就拿着我半块钱 顺着他心意去理由不就行了吗 那我都吃了干嘛 您听我说你们俩有那个T恤 倒就给你换了 别让妈吃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们补给我 对我们补给你 那你直接补给你妈不就完了吗 哎呀什么补给我 您能不能听我的 我是不是你女儿您就说吧 行 叫我女儿发话了 当爹的哪有不同闺女呢 那就是啊您您不能胳膊肘帮外轨 来来来来 嗯 而他妈 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我就不应该买车 我没有驾照 我买什么车 都让你去实现梦想 行不行 你干啥我陪着你 呦 你是怎么转变思想的 那事说的还酸是吗 酸酸酸酸酸 因为你在家里重要 你意识到错误了没有 意识到了 以后这家里谁说话算数 你嘛 那这五万块钱到底听谁的 听你的 我怎么说的 你要去旅游 而且咱们就抱那个三千元的团 一千五的在购物的 可以啊 上下你自己来支配啊 可以 对不对 特别好 嗯 那你看着什么时候把车都转过来 马上转立马转 现在快点快点 行 没事 我们聊 什么意思 我们计划是到哪儿 你爸可不能有小金库啊 没有 他那小金库我跟你说 绝对不能给他留着 我们计划是到哪儿 他那小金库要给我 走吧 时间不早了 咱们出发吧 那行到团去 第三趴是这样的啊 我呢跟焦老师 还是野男方的父母 我们呢是从外地呢 到这个老亲家来玩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心思想考验一下 这儿媳妇的手艺怎么样 做菜做饭 能不能就是亏了我儿子的胃 正好我们来的这一天呢 这儿媳妇啊单位有事儿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看看这个小两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我领导给我发信息了 我现在必须得立马退公司 哦是有着急工作是吧 对对对对特别 行那你那你先走先忙 好好好 哎呀哎呀 都在家哪儿呢 哎呀今天有 爸爸你们来了 今天我跟你爸爸要出去玩去 对 今天来看看你 赶着来看看你们 正好是这点 走走走走 好吃的 我还没吃饭呢 聊聊天好久没见了 对好久没见聊聊天 你坐这儿走吧 我早早就跟你说呀 哎呃 来坐坐坐 喝口水喝口水 休息 来坐吧坐坐 来坐坐坐 不用客气自己家里人别客气 别客气来来来来 快坐这坐这 赶紧坐吧坐这 那你坐坐这坐下 坐这哎 我儿子怎么最近好像瘦了 是啊吗最近减肥呢 不是像你学习的吗 这减肥还是没吃好啊 啥呢媳妇在哪儿媳妇 吃好呀 老早就听说我们儿媳妇手艺好 对 哎 哎要不今天给我们做一顿啊 刚刚啊那一个他们的单位啊 来了一个信息 要有个特别着急的工作 要去处理一下 不是夺我们吗 不是不是 那我说呀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你得看年轻人怎么选了 到底是寒心如苦 扶養儿子长这么大 娶了这么好的一房媳妇 千里迢迢就这么一天赶到这儿 想着吃这么一顿饭更重要 对 还是单位那些为祖国做贡献的事业重要 爸妈我们工作单位旁边有一个特别好的餐馆 能不能晚上咱们先去那吃 等我工作回来之后 我做夜宵啊 我做夜宵做的特别好 我不是说了吗 不愿意到外边吃 在家里聊着天 你爸又可能喝点小酒多好 到那我不愿意到外边吃去 人家年轻人可能事业更重要 爸爸爸 我们有这样一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啊 咱们根据啊那个轻重缓急 人情世故来处理 他这个事情呢 确实比较着急工作嘛 然后呢儿子我最近在家也 学了做了很多的菜 我给两个人说 这个变化挺大呀 你看出来了吧 这结婚才几个月呀 眼儿不但人瘦了 心好像也瘦了 我们两个特别的享受 两个人一起做饭的时光 我们一起学了好多的菜谱 一起尝试了各种料理 太好了 那咱来着吧 但是事情确实分轻重缓急 你们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我这个工作上的事太着急了 领导也有父母 打个电话 哎呀你看我爸我妈就来这一天 就想吃我做的饭 看咱能不能明天 你让人家跟领导这么打 人家前途耽误了怎么办 人家都是博士了 在哪儿不发光啊 爸妈是刀子嘴豆腐型 让他们说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你就护媳妇吧 你如果养你的儿子白养 都给别人养的 你看我跟你说 我妈如果把脾气撒到我身上 那你对你是好的 那到底怎么着呀 定一下吧 在哪儿吃啊 说半天 回来了立马作业 小我们俩一块做 本来我减肥呢 这一下又涨上去了 我们会在健康餐 白菜呀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营养餐 就是减肥的 不仅营养够 而且特别美味还减肥 你就是这么吃瘦的吧你 对呀我是健康的瘦啊 对瘦的很健康 对 咱俩养成这样 是不是 咱咱回去嘛 那我们这儿有鸡有羊 这个炖就得炖它个两三个点 让我们先炖上 然后我去公司忙完 大菜让它先放到锅里 反正也是等 正好把公司的事办完了 正好回来 这菜饭就全熟了 你看吧 我爸妈还是好说话的 是是是 还是我爸妈 什么胡萝卜呀 什么我先给洗着 对等你回来 咱大伙一块吃 看就是长时间没见我们 刚刚有点着急了 一顿杀气 现在都好了 嗯嗯 等一下忙完你就先走 嗯 好好好 好嘞 好 加小心啊 注意安全啊 好